我们先来看一下太空中传回新画面了 中国大陆三名太空人 汤红坡 唐圣洁 江新林 2024年1月1号的元旦 他们做了什么呢 这一次的天地连线 吃新年大餐 看起来真的很丰盛 除了猪排之外 还有年糕跟水饺 而且重点是在太空当中种的蔬菜 摘下来包肉吃 三个太空人开启吃播 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我们带您来看当时画面 由冻腰最爱吃的白米饭 小芹套 冻腰爱吃的面条 火 炒饭 大概是什么 这是我们冬至特意节鱼的饺子 这是网红 太空相动 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吧 年糕 也是特别好吃 特别美味 谢谢 这是我们太空独特的吃饭的方式 牛肉水饺 航天员吃了 这么说好 真的是牛肉水饺的最佳代言人了 也看到了这个中国的航天员不一样 在太空当中 非常的活泼 我觉得这个非常生动有趣的一面 在太空中 在太空中 三位太空人 还能够享受这个美食 真的很羡慕他们 家乡味 而且你看 香粽子都有 然后水饺 然后听说他们有他们种的蔬菜 好像特别的大朵 对 翠绿翠绿的 对 这就是他们在太空做的实验中之一 我是听过有人讲说 在太空中种出来的这些蔬果 它特别的大 而且这个就变成就是说 为什么要在太空中做这种 这种农产品的实验 那如果将来能够 人类在太空站发展的更成熟 空间站更成熟 在里面种出来蔬菜 它可能就是量就非常的大 哇 不会未来有一天 我们可以网购太空蔬菜吧 我想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吧 你看这个 这个空间站 你看里面 它的实验舱 它的座舱 就是21世纪的水准 那个美国跟这个 俄罗斯核制的那个 这个空间站 事实上你看它里面 那个电线交缠的一塌糊涂 对 旧的 那非常的旧 这你看这个舱 看起来就是非常干净 没错 所以这个是目前 我觉得人类社会里面 那么最先进的一个太空舱 那而且 而且我觉得 吃得越来越好 只有中国人的太空舱 才能吃到中国菜嘛 对不对 对 你如果你要在美国 你就只能吃汉堡牛排 那中国的战口舱 中国人就可以吃 自己喜欢吃的 哇 还有这个牛肉水饺 对 还有年糕 看起来很可口 非常期待说今年 春节的时候 这个太空人在太空当中 会吃什么样的年夜饭呢 那当然今年也有好消息 航天任务当然是持续在进行当中 接下来2024年 这是神时期嘛 神十八 神十九的太空人 也会陆续的接力升空 那么据说年初 应该没有多久的时间 先帮这个太空人的这个送货快递小哥 应该是到神舟八号了吧 天舟八号 天舟 应该也是差不多准备当中 准备要来启程了 好那除了太空任务圆满完成之外呢 哇 判了好久啊 又有新照片曝光了 各位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画面让大家觉得非常的震撼 因为从它的甲板设施啊等等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哇 福建舰真的是快要海市了 而且呢 七七八八大概已经都完成了 该测试的都测试了 原本去年差不多这个时间 大家还在看说 福建舰有三条那个 大家把它形容成叫什么 蔬菜棚子 因为这三条电磁弹射器 原本是遮盖起来的 看起来很像这个种菜的棚子 所以网友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蔬菜棚子 但是现在看起来 哇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电磁弹射装置呢 非常的清楚 那特别呢 左弦这边 有看起来 这边有一点阴影 被熏黑的样子 据说他就是因为进行了 多次的辅助动力测试 然后呢再来后甲板飞机 整被点的这个拦阻区 飞机降落的拦阻区 在这边也看得非常的清楚 然后这里有一架殲-15 在旁边呢 这是舰岛雷达 这个照片呢 非常的清楚的曝光 也让大家对于福建舰 什么时候还是 什么时候入列服役 更加的好奇了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这是大陆央视呢 在2号晚间播出的 解放军陆海空的演讯画面 当然也强调了2024持续的 整军备战 完成建军百年的目标 那么影片当中一个亮点呢 就是福建舰电磁弹射器 是首度的正面曝光 而且是官宣照片 虽然说不到10秒 但是这10秒你知道吗 外行看热闹 内行就看出门到了 让大陆的军事迷都惊呼 因为这个似乎显示 福建舰应该在短期之内 会开始进行海事阶段 一起来看看 亲戚可见 三条电磁弹射器 福建舰最新画面曝光 甲板上挺放的 歼15舰载机更成亮点 显示不久之后 福建舰将测试 以电磁弹射器将歼15 弹射起飞 新的一年 我们将指证朝夕 顽强奋斗 例证早日形成战斗力 实验20241形成战斗力 解放军似乎暗示 福建舰将交接入列 因为电磁弹射器 若测试成功 就代表福建舰离海事 达之不远 也将会是国际舰 首次以传统动力 使用电磁弹射器 弹射舰载机起飞的成功手力 我们始终牢记 主席重托 奋力投身航母事业 按计划稳步推进细波实验 尽管背景舰岛 打上马赛科丹眼尖的路美点出 还是可以看出 舰岛的音架还在 推测部分雷达 导航等电子设备 还在安装调试 且随着央视镜头转换 不难看出福建舰已经离开码头 不在码头稀薄 今天的一年里 我们将不负习主席嘱托 苦练打赢本领 守护一下万家灯火 2024刚开年 解放军陆海空军 就开始各型装备演续 强调舰军百年目标 随着画面中 舰体左线已经被熏黑 似乎也显示 福建舰已经进行多次辅助动力测试 随着电磁弹射器的成功 预计也将大增对台海 以致印太地区威胁 接着综合报道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马上第三艘的航母 马上要来进行海试了 那当然这个震撼的画面 就是第一次官宣的照片曝光 三条电磁弹射器 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 还有包含了舰载机殲-15 那么舰体的左边被熏黑 进行了辅助动力测试 那么福建舰的小档案 它的嫌号是18 这是中国第三艘 自主研制的航空母舰 那当然最大亮点就是 福自备的电磁弹射 还有阻挡装置了 它的满载排水量大概是8万多吨 2022年的6月份下水 2024大家在期待了 春天能否进行海试呢 大使你怎么看 对现在还是在进行细薄实验 而且它这个很多的这些 所谓的电磁弹射器 它现在用这些所谓说 这种小红车在进行试验 推进的试验 那一般来讲说这种小红车 其实它的难度 事实上还比真正飞机要高 因为你真正的飞机 事实上它是在 这个航母在航行的时候 它逆风航行 那对飞机本身它就有这个 就有这个这种 浮力推力 浮力推力 那应该是比较比较容易的 那这个小红车的实验就硬碰硬 它比如说40吨 40吨 30吨的话 我就真真实实的 真真实实 要弹这个三四十吨出去 三四十吨出去 那要看它推力有多大 这些数据都在不断的测试 那福建号这个电池产射的这个技术 跟美国 不我说这个福建号 对 两个都是福 对福自备一个福特一个福建 对跟美国那个 基本上是问题很多的福特号来讲的话 它是用的这个电力 电力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福建号是用的所谓的中压直流 对 那福建福特号是用中压交流电 直流电跟交流电两个是不一样 那这里面的话就直流的话 它好像三百次 它又出一次故障 那交流电 其实是福特号的 所以它故障率比较高 那中国大陆这个直流电呢 稳定度是比较强的 不过现在就是说再实际测试 测试的阶段了 不过全世界除了福建号以外 就是福特号是有电池产射 对啊 就维二嘛 维二 所以中国的航母是所谓的弯道超车 前两个 第一个是瓦良格 事实上是乌克兰造的 对 辽宁舰 然后第二个 山东舰跟瓦良格号 就是说这个辽宁舰也是类似的 那么可是到了现在福建舰 就是完全自主设计 自主核心技术放在上面 这个电池弹射 那么这个技术说实话的话 现在就是举四无三 举四有双 对 美国跟中国大陆 而美国的那个电池弹射 现在问题蛮多的 对 福特号常常大修 对 那他事实上海测 听说福特号搞了三年半 他才最后能够入列 入列以后 还是不断的回修 进场维修 那这个福建号现在看起来 它这个细薄实验 看起来进行的很快 而且我觉得中国大陆先把这个电池弹射器 攻读于四号 而且是官宣的 对 官方影片 中央电视台的官方影片出来的话 我觉得是有足够的信心跟底气 那这个后面就是说接着就进行的实战 实际的这个号 海测的时候可能就说飞机要实际用这个电池弹射来做 那电池弹射这个技术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怎么讲呢 非常非常尖端的啦 那中国大陆跟美国的福特号 这个福建号跟福特 美国福特号不一样 就是说福特号它是用航核子动力的 那么这个福建号它还是传统的 这个柴油动力的 对 所以呢 这个产生的这个电力 世上化来讲的话 事实上应该是有一点差距的 而且它的这个船的这个盾位数也比这个 这个福建号比福特号小大概两万吨 那可是问题它的电力的需求这么大的话 显然就是说在采用引擎上 中国大陆这个电池弹射就可以足够 而且它这个船还小两万吨 所以突破了 所以我觉得它的弹射的效能来讲的话 那么中压直流的这个弹射效能 显然是要高于中压交流的 那如果它的故障率再小的话 那是中国大陆的战力倍增 因为这个电池弹射 它的弹射的速度 跟它的弹射力道 是比这个蒸汽弹射要强很多 因为你这个舰载机 它有两个特色 两个在战力上面很重要的 第一个 舰载机的载弹量要大 对 这次呢 我们看到歼15嘛 然后呢 先前曝光的照片 还有看到歼35跟海盘子空井600 对空井600 空井600那更大了 对不对 那你要把这么大的飞机弹上去的话 那你要有比较大的这个什么 推动的力量 对 以前是弹跳 比如说是辽宁号跟这个 山东它是弹跳 它为它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甲板前方的这个上 上弧度 来增加飞机的弹跳的能力 那这个都是平的 这个甲板 你看这个福建号甲板完全都是平的 嗯 那就是要靠 主要靠什么 靠它的这个弹射的力度 没错 弹射的力度 那这个弹射力度大 那你这个 舰载机啊 上面的装弹量才能变大 对 它的攻击力才大 那另外就是说 它的使用的这个 你一分钟 比如说你就可以 弹跳 弹射一次的话 那解释就是说 它一个小时 它的起降率 就比较高 你一个小时你一个起降 起降比如说 40架次 或者50架次 那你同样的 你可能是蒸汽弹射 你就30架次 是30架次 那这个作战力道就少很多了 所以作战力会跟你的 航母的弹射的 第一个强度 对 跟它的这个重复使用的这个效率 它很快就可以就位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 中国大陆这一艘船 我觉得 这一艘福建舰 尤其 才中国大陆第三艘 对 第二艘纯自制的 就已经隔带超车 就是弯道超车 直追美国现在的福特号 他们最先进的 这个航母上面的 所谓的弹跳系统 弹射系统的这个 电子弹射 那你说美国会 不怕吗 美国现在怕爆了 对 尤其是我们说到了福特号 美国的航母福特号 本来他是在红海这边服役 除任务 但是据说最近离开了 会不会跟他进场要维修有关呢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那再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深圳的卫视评论员石虹 他也分析 依照我们目前看到曝光的最新的画面 距离还是肯定是越来越近的 同时大陆国防部发言人无签 因为有关于福建舰的官宣的消息 其实没有这么的多 很多都是军事迷自己在猜测 自己在推断的 好上一次的官宣是在11月30号 当时候 吴谦表示 对福建舰正在进行细薄实验 那么小舰长李理事也分析 从这个军事迷拍到的一些照片 有看到歼35空警600 还有攻击11逆踪无人机 他有非常大的弹舱 所以他也算是中程疗机 那再加上攻击11是可以逆踪的 那当然就是增加了 这个福建舰航母出动的战力 因为航母只是载台 上面你要载什么样的战机 什么样的无人机装什么弹 这才是攻击力 那歼35更不用说了 他可以挂霹雳可以挂阴极 都是非常很棒的这种飞弹 那么再来他就提到一点 美国要担心 美国真的要紧张了 好2023年12月份 当时候去年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弹射小车 刚才大使提到的 进行进载的发射测试 同时呢 2023年的11月 其实福建舰当时候公布的舰辉 就引发大家的讨论 因为这个舰辉上面呢 我们来看旁边这边图案 就可以看到了 有歼35有空警600 所以大家就在猜测 这应该就是舰载机的标配了 航母出动一定要有这个空警 当他的眼睛 对因为美国现在基本上 他们的这个航母 他还是大黄蜂 可是美国的这个主战 主战的战斗机 他们现在在快速的 用他们的这个F-35 也就是隐形飞机 隐形战斗机 这种是第五代的战斗机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 我觉得迟早会把尖35 放到最第一线的作战部队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要跟美国抗衡 都是要放第五代的战斗机 那歼20已经是中国大陆的 这个现在比较成熟的 第五代隐形战机 大概200多架 对 200多架 那么美国的F-22 事实上也是200多架 可是他停产了 现在美国大量的在生产跟部署 包括他自己本身 还有给他那种刺激版的 给他这种 他的相对的盟邦 都是F-35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一定是 将来是F-35 可能就是主力战舰 主力战舰 而且会放到航母上 因为事实上美国的航母上 他还有他的两栖攻击舰 很多都是放在F-35 当然他是用那种垂直起降 因为在两栖攻击舰 他不是靠弹射出去 他是垂直起降 所以F-35 渐渐的成为美军的 海外作战的主力的时候 我觉得中国大陆 势必是一定会把F-35放在他的第一线的 有这个攻击性 攻击能力的这些舰艇上面 那我觉得目前我们看到 这个前两天就是 CCTV中央电视台的 这个上面还是放的歼15 对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我们又多一点想象 可能他是一种交替 对先进行测试 先进行测试 因为他的对灰上面写的 两种飞机型号很清楚的 一个就是空警600 一个就是歼35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没错 而且呢 其实为什么刚刚特别要讲说 是否是官宣的照片 因为最近网路上 就有很多的影片 因为呢在起降这个飞机的时候 你知道飞机上可以看得到 就是海港里面的东西嘛 那军事民就很清楚说 在哪一个航班 什么样的航线可以看到 所以就有很多人呢 就会在这个X平台上就曝光了很多照片 但是呢 现在最近还引发 因为太轰动 因为常常登热搜嘛 因为消息不多 所以呢 大陆国安部现在还发文 偷拍警告 希望军事民要自制一点 不要暴露了这个国家安全 或者是这个国家机密 我觉得中国大陆他任何一个事情 他都是有按部就班的 他都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我想就是说1月2号福建建最新这个 由官宣的这个 这个载台公布 他本来也就是一个计划之一 为什么要这个时候 把这个电磁弹射的这个 弹射器公主于四呢 它有威责的作用 基本上就是给美国看的 给这些日本韩国 还有这些想跟中国大陆导弹的国家看的 那我现在有这个武器 这个叫中国大陆术语叫亮剑 没错福建建元旦亮剑 就亮剑 亮剑就是告诉你 我有这个杀器了 你自己你自己小心点看着办吧 准备还是啦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